美国公然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 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 并将采取坚决有利措施 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 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人为对中美经贸往来和科技交流设置障碍的做法 与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背道而驰 有损国际社会对美国营商环境的信心 也将会反噬美国自身 中国政府将继续坚定维护本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谢谢大家 共同克服疫情困难的结果 中国发展同南太岛国的关系 始终坚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合作共赢 开放包容 我们对岛国的援助 真心实意 注重效果 从来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长期以来 中国在岛国实施了大量契合实际需要的援助项目 有力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得到岛国政府和人民的一致欢迎 中方将继续坚定不移 加强同岛国各领域的务实合作 为岛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 为了最后一天 会的最后一天 参加人上周已经介绍了天档案会的考虑 他们后 会的最后一天